台鐵和高鐵在上個星期五都接獲到了炸彈恐嚇 結果不到一個星期 台鐵又發生了兩起恐嚇事件 在一南京站有一名男子因為心情不好 結果在車廂內是揚言要殺人 嚇壞了乘客 最後警方在他身上沒有發現刀線 台鐵網站則是收到留言 有人是揚言要攜帶炸彈和BB槍等物品 搭乘舉光號北上來攻擊總統府 這也讓台鐵和鐵路警察不敢大意 驅間車停在月台上 警方將一名男子帶下車 因為他剛才竟然在車內大喊要殺人 台鐵貨報趕緊疏散車廂旅客 被捕的薛信嫌犯工程因心情不好 三十號早上十點多 在嘉義水上站上車準備前往高雄 列車抵達南京站時 有乘客通報嫌犯在列車內揚言要殺人 嚇壞其他旅客 雖警方逮人後未發現持有刀械 但一百多名旅客的行程還是受到影響 而同一天台鐵官網也接獲炸彈恐嚇 有人留言要攜帶炸彈 打火機和BB彈等物品 北上攻擊總統府 還直接點名要從屏東站 搭十點多的舉光號 屏東站鐵路警察盯著監控畫面過濾可疑人物 其實車站及鐵警貨報時已經十一點多 車子早就出發 但所有人不敢大意全天加強巡邏 原線車站及臺北車站也部署人力以防萬一 高鐵和臺鐵二十六號才收過炸彈恐嚇 沒想到相隔五天臺鐵又發生恐嚇事件 讓相關單位疲於奔命 而像這樣揚言在大眾運輸上殺人或攜帶危險物品 都已涉犯恐嚇公眾罪可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提醒民眾不要以身事發 記者綜合報導